各位学员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八章 责任会计 本章是一个非重点章 主要介绍企业组织结构 责任中心及其业绩评价 以及内部转移价格 从历年考试新闻来看 本章提醒以客观题为主 主观题为辅 平均分支在两份左右 本章考点一共是六个方面 首先是企业组织结构 与责任中心划分 其次是责任成本 接下来是成本中心 利润中心 投资中心 最后是内部转移价格 好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节 企业组织结构 与责任中心划分 首先来看企业的集权与分权 着重把握住二者的优缺点 那么集权的优点 是能够提高决策效率 容易实现目标一致性 也能够避免重复和资源浪费 缺点呢 集权过度 就容易形成高管的个人独裁 继而影响企业的长远发展 那么分权的优缺点 跟集权刚好是相对的 优点表现在 可以让高管将主要精力 集中于重要事物 充分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以及减少不必要的上下沟通 对下属权限内的事情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缺点呢 下属单位有权自主做出决定 但下属单位他追求的目标 不见得跟企业整体目标是相一致 对吧 所以就可能产生与企业整体目标不一致的委托代理问题 好 我们再来看科层组织结构 那么科层组织结构需要设置两类管理机构 相应的也有两类管理人员 那么这两类管理机构分别是直线指挥机构 比如总部车间 再来的就是参谋职能机构 比如人力资源部财务部 那相对应的两类管理人员就分别是直线人员 比如总经理车间主任再来的就是参谋人员 比如人力资源部部长财务部部长 并且直线人员他是主体 而这个参谋人员呢应当是辅助 相应的企业生产经营的角色权利 主要集中在最高层的直线领导手中 好 我们来看科层组织结构的优点 三个方面 简单把握住大条目 就可以了 首先 各个职能部门目标明确 部门主管呢 容易控制和规划 比如像车间 他负责做什么 操部他又负责做什么 这个目标跟分工是很清晰的 其次 同类专业员工一起共识 相互学习增长技能 以及内部资源较为集中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 缺点呢 两个方面 首先部门之间的协调常常会出现困难 使整个企业对外在环境的反应会比较迟钝 以及员工只看到本部门的目标和利益 而缺乏整体意识和创新精神 好 我们再来看事业布置组织结构 那么 事与事业布置是一种典型的分权组织结构 注意关键词 把分权管理与独立核算结合在一起 在总公司统一领导下 按照产品地区或者市场 也可以说是客户来划分经营单位 就这个事业部 而事业部注意它的性质是在总公司控制下的利润中心 注意说到事业部马上讲到它属于利润中心 好 我们来看事业布置的主要特点 四个方面 首先 在总公司之下 企业按照产品类别 地区类别 或者顾客类别 来设置生产经营事业部 每个事业部都要设置各自的执行总经理 对其事业部的收入成本和利润的实现 来承担全部责任 再由 总公司在重大问题上集中决策 各个事业部是独立经营 独立核算 自负盈亏的利润中心 我们前面强调过了 再由 总公司的利润 就是各个事业部的利润之和 而总公司对各个事业部下达利润指标 各个事业部必须保证实现 总公司所下达的利润指标 好 我们再来看网络组织结构 那么在网络组织结构下 单元和单元之间的关系 类似于一个网络 所以它叫做扁平化网络组织 或者称为N型组织 从总体上看 它是由由众多独立的创新经营单位 所组成的彼此有紧密联系的网络 特点包括四个方面 也是简单了解就够了 首先 分散性 是指网络组织结构是由为数众多 并且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小规模经营单位 所构成的企业联合体 注意 说到网络组织结构 马上想到 它是一个企业联合体 其次 创新性 表现在 创新活动 由过去少数高层管理人员推动 转变为企业基层人员的重要职责 造的就是高效性 表现在行政管理和辅助职能 这些部门被精简 造就是协作性 表现在独立的小规模经营单位 在生产经中 必须大量依赖 与其他单位的广泛合作 管理快信息也开始由内而外 大家知道 说到管理会计 它是对内报告会计 对吧 但是在网络组织结构下 这个管理快信息呢 开始由内而外了 协调和赋予企业集团的整体利益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节 责任成本 在这里呢 先明确一个基础观念 什么观念呢 责任的范围 应当跟一个责任中心的可控范围 是对等的 而这个观念 不仅体现在成本方面 也同样体现在收入 利润 跟投资方面 不难理解 如果责任范围大于可控范围 意味着某一个责任中心 他要为自己不能控制的事项 去承担责任 大家马上想到 这不公平 对吧 反之 如果责任范围小于可控范围呢 意味着责任中心 对于某些自己能施加控制事项 是不需承担责任的 大家想想 也不对吧 这样做 就可能产生这个操纵 甚至舞弊的问题了 所以明确 无论是成本 收入 利润 还是投资 这个责任的范围 必须跟可控范围 是对等的 好 我们首先来看 责任成本的定义 那么所谓责任成本 是以具体的责任单位 部门 单位 或个人 为对象 以其承担的责任 为范围 所规及的成本 也就是特定责任中心的全部可控成本 注意观念词 可控 就体现了我们刚刚强调的那个重要观念 责任的范围 跟可控范围 必须是对等的 所以责任成本 也就能理解成为是全部的可控成本之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什么是可控成本 是指 在特定时期内 特定责任中心 能够直接控制其发生的成本 其对称概念呢 就是不可控成本 好 大家注意我画圈的两处关键词 特定时期 特定责任中心 什么意思呢 我们确定可控成本 必须要跟特定的时间范围 特定的空间范围 相联系 换句话说 这个可控性 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好 那哪些成本 可以被认定为是可控成本呢 这个大家牢牢记住 经常考选择题的 说到一项成本 它是可控成本 应当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记住其中的关键词 首先成本中心是有办法知道 或者说可以预知将发生什么性质的耗费 这个性质可预知 其次成本中心有办法计量它的耗费 关键词计量 以及成本中心有办法调节 并控制它的耗费 关键词调节并控制 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成本 成为可控成本 再有我们刚刚强调 可控成本 它必须是跟特定的时间范围 特定的空间范围 相联系的概念 比如在这里就下达明确 可控成本是针对特定 责任中心来说的 一项成本对某个特定的责任中心来讲 可控 而对另外的责任中心来讲呢 它可能就不可控 比如企业内部 有AB两个生产车间 分别设置称为是两个不同的成本中心 也分别生产的不同的产品 那大家不难联想 AB这两个成本中心 相互都不可能控制对方的成本 对吧 再比如上层的成本中心 对下层的成本中心的成本呢 能够日加控制 对吧 因为下属要听命于上级嘛 但是下级的成本中心 对它的上级成本中心的成本 显然就不可能有这个控制权 其次 区分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 还要考虑成本发生的时间范围 对吧 咱下面强调 特定空间 特定时间吧 也就是说 在消耗或支付当期 这个成本可控 但一旦消耗或支付 它就不再可控了 就成为这个沉默成本 对吧 不能为决策做改变 因此 从整个公司的空间范围 和很长的时间范围 来观察 当然 所有成本 都是人的某种决策 或行为的结果 那都是可控的 但是 对于特定的人 或时间来说 那有些成本可控 有些呢 它就不可控 这个观念 选达明确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这种题 以前年度经常有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 划分成本中心 可控成本条件 应当是哪一个 A 成本中心 有办法 弥补 该成本的耗费 大家马上想到 我们前面谈到 可控成本 应当同时符合的 三个条件当中 没有弥补这条吧 它不是 而且大家也不难理解 说到弥补成本 拿什么弥补啊 通常你得拿收入去弥补 而成本中心 我们后边马上会讲到 至少从字面 大家就能猜出来 成本中心 它只能对成本施加控制 对成本承担责任 它是不获得收入 也就是说 不对收入来承担责任的 好 那既然成本中心 不能获得收入 所以说对于成本中心来讲 我们根本也不可能去考察 所谓 它如何去弥补 自身所发生的成本 这个并不合逻辑 对吧 B 成本中心有办法控制 并调节 该成本的耗费 好 看到关键词 控制调节 这是 划分可控成本的 三个条件之一吧 C 成本中心有办法计量 该成本的耗费 好 看到关键词计量 这也是条件之一 D 成本中心有办法知道 不就是可预知吗 将发生 什么性质的耗费 好 这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可控成本的 三个条件之一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A 好 我们再来看 责任成本 与其他成本的区别和联系 首先来看 责任成本 与直接成本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 对生产的基层单位来讲 大多数直接材料和直接人工 都是可控制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不可控 比如典型粒子 像工长的工资 通常呢 属于直接人工 它就属于直接成本的范畴 但是对工长 这个成本中心来讲 显然工长是不能自己决定 自己该拿多少工资的吧 所以工长的工资 虽然是直接成本 但对于工长 这一级成本中心来讲 它就是不可控成本 再有 最基层单位 无法控制 就是大多数的间接成本 那就说 大多数间接成本呢 都属于这个不可控成本 但是也有一部分呢 可控 比如 机物料消耗 说到机物料消耗 比如对车间来讲 通常呢 都应该属于车间的间接费用 对吧 都在那个制造费用当中 去核算 但是对于这个机器的操作工来讲 这个机物料消耗操作工是能控制它的 好 这不就是可以控制的间接成本吗 由此明确一个基本的观念也很好记 就是 资源成本 跟直接成本 不能直接去划等号 大多数直接成本 可控 但是 也有不可控 以及 大多数间接成本呢 都不可控 但是 也有可控的 那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概念 好 我们大家看 资源成本 与变动成本 制造成本之间的关系 首先 对于生产单位来讲 大多数变动成本 是可控的 但是 也有一部分变动成本呢 不可控 比如 按产量 和实际成本 来分摊的工艺装备费 注意这个例子 既然 它按照产量 来分摊 意味着 它跟产量成正比 所以 这个工艺装备费 它是 变动成本 但是 这个产量 来自于 上级指令 好 注意这个小关键 一般来讲 生产车间 它是无权 决定产量水平的 这点 我们后边 讲这个标准成本中线的时候呢 也会再次谈到 生产车间 到底生产多少产品 它应该是 来自于 上级的指令 生产车间 只对 既定产量的 投入量 比如 消耗多少材料 消耗多少工时 去承担责任 好 那产量 来自于上级指令 对于车间 这一级成本中 来讲 并不可控 对吧 而这个实际成本呢 又是由 制造 工艺装备的 辅助生产车间 来控制 好 那很清楚了 产量 和实际成本 这两个因素 对于生产车间来讲 都不可控 所以 由二者决定的 这个工艺装备费 虽然是变动成本 但对于车间来讲呢 它应当视为是 不可控成本 反之 而 与产量无关的 着量性固定成本 它应当是 可控成本 虽然 这是固定成本 但 它是着量性的 大家回忆 什么是 着量性 固定成本 是指 管理者的 短期经济的行动 能够影响 或改变期数额的 固定成本 好 说到 短期经决策 能影响或改变期数额 不就意味着 这个着量性 固定成本 它其实是 可控成本 其次 我们来看一下 责任成本计算 变动成本计算 和制造成本计算 三者之间的需品 首先 成本计算的目的不同 责任成本计算的目的呢 就是评价成本控制业绩 变动成本计算 就我们之前讲到的 那个变动成本法 它的目的呢 主要是负于 管理会当中的 那个经决策 而制造成本计算 就相当于 那个传统的 完全成本法 它是负于财务会 对吧 它的成本计算 目的呢 就是确定 产品存货成本 和这个销货成本 其次 三者的成本计算 对象不同 资源成本计算 它的成本计算 对象呢 是资源中心 而变动成本计算 制造成本计算 对象呢 都是产品 再有 三者的成本范围 不一样 责任成本计算 的成本范围 就是各尊中心的 可控成本 还是强调 责任范围 跟可控范围 应当是对等的 而变动成本计算 的成本范围 就是变动生产成本 大家耳熟能详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和变动制造费用 而制造成本计算 就所谓的 完全成本法 它的成本范围 就是全部的生产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以及全部的 制造费用 变动制造费用 跟固定制造费用呢 都在其中 再有 三者 共同费用的 分摊原则 不一样 资源成本计算 它要贯彻的是 可控原则 责任范围 跟可控范围 得对等啊 也就是 谁能控制 谁负责 不仅 可控的变动 间接费用 要分配给资源中心 可控的固定 间接费用呢 同样 要分配给资源中心 而变动成本计算 它只分摊 变动 间接费用 而不分摊 固定 间接费用 就所谓的 变动 制造费用 计入 产品成本 而固定制造费用呢 要计入 当期损益 这个大家应该 还有印象 那么制造成本计算 传统的 完全成本法 它的 成本分配 基本原则 我们在第十二章 也讲过 其实就是一个 受益原则 对吧 谁受益 谁承担 相应的 要分摊 全部的 制造费用 那就说 无论是 变动制造费用 还是固定制造费用 都应当分配 记录到 产品成本当中去 好 我们再来看 责任成本 与标准成本 目标成本 之间的区别 和联系 从区别上来看 责任成本 它必然是 事后的 计算 评价 和考核 对吧 你得事后 去认定责任 而标准成本 和目标成本 都属于 事先的 成本计算 并且 标准成本 在制定时 要分产品 来进行 事后 对差异 进行分析时 才判别 责任归属 而目标成本 在事先 规定目标时 它就要考虑 责任归属了 并且 是按照 责任归属 来收集 和处理实际数据 那 三者之间的联系 表现在 不管使用目标成本 还是标准成本 作为控制依据 事后的评价 与考核 都要求 核算责任成本 好 接下来 我们讨论 责任成本的 判别与分摊 首先来看 判别成本费用支出 责任归属的原则 也就相当来是 确定责任中心 可控成本原则 一共是三个方面 以前年度 是考过选择题的 一定记住 其中的关键词 首先 某责任中心 通过自己的行动 能够有效的影响 一项成本的数额 那就应对该项成本负责 关键词 有效影响 其次 某责任中心 有权决定 是否使用 某种资产 或劳务 那就应当 对这些资产 或劳务的成本负责 注意 关键 不在于 是否使用 在于什么呢 是否 有权 决定 使用 这个 很关键 再有 某关人员 虽然 不直接决定 某项成本 但是 上级 要求他参与 有关事项 从而 对该项成本的支出 关键词 施加了 重要影响 那也应当对 该项成本负责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判别一项成本 是否归属于 资认中心的原则 有哪些 A 资认中心 是否 使用了 引起 该项成本 发生的资产 或劳务 咱前面 刚刚强调过 是否使用 不是关键 关键什么呢 是否 有权决定 去使用 对吧 应该是这个C 资认中心 是否有权决定 使用 引起 该项成本 发生的资产 或劳务 就我们刚刚谈到的 原则的第二条 对吧 B 资认中心 能否通过行动 有效影响 该项成本数额 好 看到关键词 有效影响 这是原则之一 对吧 好 选项D 资认中心 能否参与决策 并对该项成本的发生 施加重大影响 好 看到关键词 施加重大影响 这也是原则之一 对吧 好 本题答案 应当是选项BCD 好 我们再来看 制造费用的归属 和分摊方法 注意 是有适用层次的 第一层次 就是对那些 可以直接判别 责任归属的 费用项目 怎么样呢 直接 进入资认中心 需要大家 记住一些典型的事例 比如像 机无料相好 像低值一号品的领用等等 接下来 第二层次 如果 某项费用 不能够 直接归属于 特定的资认中心 那接下来呢 就优先考虑 按资认基础 来分配 比如说 某项费用 它不能够 直接归属于 特定的成本中心 但它的发生数额 受成本中心控制 能够找到 颗里的分配依据 那就可以考虑 按照责任基础 来分配 比如说 按照这个 成本中心的使用量 去分配 因为发生数额 受该成本中心控制 那典型事例呢 包括像 动力费了 维修费了 都是这种情况 那接下来 如果某项费用 不能够专门 归属于 某个特定的资认中心 也不适合 按照责任基础 来分配 但是 与各资认中心的 受益多少有关 那当然 应当按照 受益基础 来分配 比如 按照装机功率呢 来分配电费 接下来 对于那些 不能用责任基础分配 也不能用 受益基础分配的 费用项目 那应该考虑 是否可以归入 某一个特定的资认中心 比如 车间运输费 或者是 试验检验费用 最后 对于不能归属于 任何资认中心的 固定成本 那就作为 不可控费用 不进行分摊 最典型的就是 车间厂房的折旧费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假公司将某生产车间 设为成本中心 该车间领用 材料型号 为GB007 另外呢 还发生机器维修费 试验检验费 以及车间折旧费 那下列关于成本费用 责任归属的表录中 正确的有哪几项 A 型号为GB007的材料费用 直接进入该车门中心 正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材料 是该车间领用吗 这就属于我们刚刚谈到的 第一种情况 对吧 这个材料费 GB007 能够直接判别 资认归属 对吧 就该车间领用 所以说 直接进入该资认中心 B 车间折旧费 按照受益基础 分配进入该车门中心 明显不正确 但想强调过 说到这个车间厂房的折旧费 怎么样呢 它应当作为不可控费用 是不进行分摊的 对吧 这些典型事例 一定要记住 C 机器维修费 按照责任基础 分配进入该车门中心 这是正确的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维修费 对吧 就水什么情况呢 发生数额 受成本中心的控制 可以按照责任基础来分配 对吧 D 试验检验费 归入另一个特定的成本中心 也是正确的 属于这种情况 不能用责任基础分配 也不能用受益基础分配 那就考虑归入某一个特定的 存中心 比如我们刚刚看到的 试验检验费用 早就这个车间运输费 也属于这种情况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ACD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三节 成本中心 首先来看成本中心的划分和类型 那么所谓成本中心 是指指对其成本或费用 承担经济责任 并负责控制和报告 成本或费用的责任中心 那显然成本中心 往往是没有收入的 或者可能有少量收入 但不成为主要的考核内容 其实最关键的是 就想大家理解成本中心 它是不能控制收入的 所以它的责任范围也不包括收入 它只对成本费用负责 并且只对可控成本负责 这个观念得明确 好 我们再来看成本中心类型 两种标准成本中心跟费用中心 那么标准成本中心 什么特点呢 生产的产品稳定而明确 并且已经知道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投入量 注意关键四 产品稳定明确 并且知道单位产品所消耗的投入量 那么典型的标准成本中心 像制造业的工厂 尤其车间 工段 班族等等 那出现者 我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谈到标准成本中心 你马上就联想到车间 这是最典型的标准成本中心 你就想象车间的那些特征跟性质 你大概也就理解了标准成本中心 它应当是怎样的一种属性 其实不仅制造业的工厂 它可以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各行各业都能 为什么呢 任何一种重复性的活动 都可以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只要这种活动 能够计量产出的实际数量 并且能够说明 投入与产出之间 渴望达到的函数关系 好 注意两处关键词 只要能计量产出数量 并且能明确投入产出之间的 寒数关系 那任何一种重复性活动 都能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比如 教材举到例子 像银行业 针对经手的支票数量 可以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像快三业 针对这个卖出去的核贩数量 它同样能够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对吧 比如 咱就在核贩 对吧 核贩的数量 这不就是产出的数量吗 那做一盒核贩 需要消耗哪些资源 发生多少成本 能算吧 这不就是投入跟产出之间 有函数关系吗 好 那什么是费用中心呢 特点是产出 不能用财务指标 来衡量 或者 投入跟产出之间 是没有密切关系的 这些企业内部单位 比如 典型的像行政管理部门 比如 大家耳熟能详的财务部门 那就是费用中心 再比如 像研发部门 像销售部门 这些都是费用中心 咱就说这个财务部门 因为大家基本上 都在财务部门工作 那大家想 财务部门 它的产出是什么呀 信息 对吧 信息能用财务指标来衡量吗 多少钱一份啊 你没法衡量对吧 而且 既然财务信息 这个产出 不能用财务指标去衡量 你也就不可能 去确定 财务部门 投入跟产出之间的 所谓函数关系 因此 对于费用中心来讲 唯一可以准确计量的 就是实际费用 而不可能 通过投入产出之间的比较 来评价其实际的 效果跟效率 因为投入产出之间 没有密切关系 从而呢 费用中心呢 也很难通过 投入产出的比较呢 来限制 无效费用的支出 所以 费用中心 有时也被称为是 无限制的费用中心 好 我们来看一个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适合于建立标准成本中心 进行成本控制单位 应当是哪一个 好 说到标准成本中心的建立 马上想到两个条件 一个是能够计量 产出的实际数量 同时 能够说明 投入产出之间的 函数关系 好 那大家看一下 ABCD 很明显 医院的放射科 这个行 放射科 接诊的病人数量 这就是 产出的实际数量 而放射科 每接诊 一位病人 需要消耗哪些资源 可以量化吧 这不就能够说明 投入产出之间 可防达到的函数关系了吗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选项B 而说到行政管理部门 企业的研发部门 广告宣传部门 很明显 这些都是什么呢 都是费用中心 都是产出 不能用操纸标衡量 或者偷产出之间呢 没有密切关系的 企业内部单位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B 好 下面来看 成本中心的考核指标 对于标准成本中心来讲 考核指标 就是既定的产品质量 尤其是数量条件下的 标准成本 注意 既定数量 什么意思呢 标准成本中心 你就想象那个车间 它必须按照规定的质量 时间标准 和计划产量 来进行生产 像样的 车间 作为标准成本中心 它显然 不需要做出价格决策 产量决策 或者产品结构决策 注意 价格决策 产量决策 产品结构决策 都属于短期经营决策的范畴 这是利润中心权限 咱后会谈到 再有 既然标准成本中心 它 不对产量负责 对吧 所以 也就意味着 它不对 生产能力的 利用程度负责 其实所谓 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是多少 就等于是在讲 这个产量是多少 好 那么标准成本中心 它不对产量 不对生产能力的 利用程度负责 怎么样呢 它其实只对 既定产量的投入量 承担责任 对吧 因为它的考指标是既定数量条件下的标准成本吧 那也就说它只对既定产量的投入量来负责 那么 费用中心 注意特点是 投入产出之间没有密切联系 那它呢 通常使用费用预算 来评价 成本控制业绩 由于投入产出之间 没有密切联系 所以 在考核 费用中心 预算完成情况的时候 要利用 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对该费用中心的工作质量 和服务水平 做出判断 那做出有根据的判断 你才能够对 费用中心的控制业绩 做出这个 客观评价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成本中心的业绩报告 首先 成本中心业报告 应当是按照成本中心的 可控成本的各明细项目 来列出它的预算数 实际数 和成本差异数 因为成本中心 只对责任成本负责 而责任成本的是可控成本之和 所以 在成本中心的业绩报告当中 主要呈现的应当是可控成本 再有 编制的时候呢 应当是自下而上 从最基层的成本中心 逐级向上汇编 直至最高层次成本中心 并且 每一期的业绩报告 除最基层 只有本身的可控成本之外 都应该包括 本身的可控成本 和下注部门转来的责任成本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四节利润中心 首先来看利润中心的划分和类型 那么所谓利润中心 从字面就能理解 是指对利润负责的责任单位 但利润是收入减去成本或费用的结果 因此 所谓对利润负责 也就等于是对收入 成本和费用 都要承担责任 对吧 这是利润中心特点 既要对成本费用负责 也要对收入负责 那就是说利润中心 它肯定具备了成本中心的 全部的责任跟权限 对吧 在此记者上 它比成本中心呢 多了一层权限 就是什么呢 能够控制收入 再有明确 利润中心的设置目的是什么呀 是利用利润这个指标 来衡量责任单位 一定时期的业绩 继而激励下级来制定 有利于整个公司的决策 并努力工作 那在这里呢 就需要大家明确一个重要的观念 我们设置利润中心的目的 是为了用利润这个指标 来考核业绩 进行这个激励 对吧 而并非单纯是为了计算利润 这么一个指标 那这个不是中心 所以也就明确了 利润中心是什么呢 它是指管理人员有权 对其供货来源和市场选择 来进行决策单位 换句话说 就是拥有经营决策权的单位 而并非是可以计量利润的组织单位 它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中心 还是别忘了利润中心的设置目的 对吧 是用利润这个指标呢 来评价业绩 进行激励 而不单纯是为了计算利润 或者大家也应该这么去理解 什么是利润中心 不是能算出来利润的 这个企业内部部门 而必须是能控制利润的 也就是说 它不仅能控制成本费用 它也能控制收入 这就是利润中心了 就应当用利润这样的指标呢 来考核它的业绩了 这个观念得明确 还是责任范围等于可控范围 好 我们再来看 利润中心的类型 两种 自然利润中心和人为利润中心 区别在于一个对外 一个对内 什么意思呢 自然利润中心 是直接向公司外部出售产品 在市场上进行购销业务的利润中心 比如典型的 咱先讲到 那个事业布置的组织结构 事业布是什么呢 是利润中心 大家还有印象 好 那事业布往往呢 就是自然利润中心 那所谓的人为利润中心 那不就是人为设置的吗 那它特点是什么呢 主要在公司内部 按照内部转移价格 我们本章最后一节会介绍这个概念 来出售产品 比如产品主要在公司内部转移的生产部门 说到生产部门 大家马上联想到 比如车间 而说到车间 大家可能好奇 这不是成本中心吗 它怎么又摇身一变 成为利润中心了 注意 就是因为它可以人为 设置成利润中心 而且还是别忘了 我们设置利润中心的目的 不是为了算一个利润指标 而是为了用利润指标呢 来评价业绩 同时呢 进行激励 好 咱举个例子 让大家体会一下 怎么叫做设置人为利润中心 目的是为了进行业绩评价 大家设想 企业内部 有AB两个生产车间 A车间呢 生产半成品 B车间领用A车间的半成品 把它加工成为产成品 再由企业的销售部门 负责对外销售 那就意味着 AB两个车间怎么样呢 它都不直接对外出售产品 对吧 那本质上 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成本中心 对吧 但是为了便于进行业绩评价 我们就可以把AB两个车间呢 给它包装成为人为的利润中心 怎么包装呢 设置内部转移价格 比如说 B车间 在生产领用A车间的自制半成品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想象成为是 在企业内部一种虚拟的采购 就仿佛是B车间 去买A车间的这个自制半成品 好 那那个价格是什么呢 那个价格就是内部转移价格 比如我们可以设定 自制半成品的标准成本 就是内部转移价格 有什么好处啊 比如对于生产自制半成品的A车间来讲 它如果按照相当于标准成本的内部转移价格 把自己的自制半成品卖给B车间 它因此盈利了 那大家马上想到 这盈利是怎么来的啊 不就是A车间生产自制半成品的实际成本 低于其标准成本吗 换句话说 这个盈利对于A车间来讲 就相当是一个有利的成本差异 节约差 另外一个好处 既然B车间领用A车间的自制半成品 按照一种虚拟的内部转移价格去购入 而这个虚拟内部转移价格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自制半成品的标准成本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长量 它不受A车间实际生产这种自制半成品的 实际成本高低的影响 这不就能够划清责任了吗 那也就是说 A车间它生产自制半成品 所产生的这个成本控制业绩 始终按照A车间的标准成本来计价 这不就意味着 A车间的成本控制业绩 不可能对B车间构成影响吧 继而也就划分了A B两车间的成本控制责任了 所以说 由此也明确 那利润中心的设置目的呢 主要就是业绩停价 以及呢 实现一个激励 好 我们再看利润中心的考核指标 那么利润中心考核指标 一共是三个 分别是部门变迹贡献 部门可控变迹贡献 以及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怎么算呢 其实跟本量力分析 差不多 第一步 用部门效率收入 减去部门变动成本总额 得到部门编辑贡献 这一步计算 相应大家耳熟能详 根据本量力分析知识 销售收入减变动成本 得到的就是编辑贡献 并且在这里 我们假设 这个部门效收入 都在利润中心的 可控范围之内 我们也假设 这个部门变动成本总额 也同样 都在利润中心的 可控范围之内 好 接下来 大家回忆本量力分析 在本量力费当中 如果我们计算那个 税税前利润 其实也就大体上 相当于一个税前经营利润 怎么算啊 编辑贡献 减固定成本 不就得了吗 很简单 但是在责任快当中 我们特别强调 可控的这个观念 好 我们刚刚假设 全部的变动成本都可控 但通常我们没法假设 全部的固定成本也都可控 那就说固定成本 必须划分为可控 和不可控 两个方面 所以接下来 为了能够对利润中心业绩 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我们在编辑贡献基础上 减固定成本的时候 就得依次减去可控 和不可控 两项固定成本了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延伸出来了 两个业绩评价指标 部门编辑贡献 先减去部门可控固定成本 得到的是 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接下来 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再减去那个部门 不可控的固定成本 得到的是 部门税前经营利润 不难记吧 跟本料理费当中 编辑贡献减固定成本 得到细选利润 思路差不多 只不过在这里 我们需要细分一下 对吧 把固定成本呢 进一步细分为 可控和不可控 两方面 由此呢 你都要延伸出来 这么两个指标了 一个可控编辑贡献 一个税前净利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利润中心 业绩评价指标 它的适用性的情况 首先 按照部门编辑贡献 作为业绩评价的依据 它是不够全面的 为什么呢 教材指出 因为部门经理 至少可以控制 某些固定成本 并且在固定成本 和变动成本的划分上 有一定的选择余计 换句话说 以编辑贡献作为利润中心的 业绩评价依据 它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责任的范围 小于可控的范围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到 如果假设 部门销售收入 和部门变动成本总额 都是利润中心的 可控范围之内 好 那二者相见 得到的就是 部门编辑贡献 对吧 而部门编辑贡献 显然 它还没扣除 可控固定成本了吧 很清楚了 部门编辑贡献 不受可控固定成本影响 所以 以部门编辑贡献 作为考核依据 就导致责任范围 小于可控范围 这个不恰当 接下来 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作为利润中心 尤其是利润中心负责人的 业绩评价依据 可能是最佳选择 为什么说 它最适合评价 利润中心负责人业绩呢 就是因为 它反映了部门经理 也就是利润中心负责人 在其权限 和控制范围内 有效使用资源能力 你从公式来看 我们计算这个 可控编辑贡献 就相当是用 部门销售收入 减去部门 变动成本总额 再减去 部门的可控固定成本 这不就等于是 用可控的销售收入 减去了全部的 可控成本了吧 得到的是 可控编辑贡献 所以 可控编辑贡献 你可以这么去理解 它的优势就是 能够实现责任范围 就等于 可控范围 所以 猜想 它可能是最佳选择 那接下来 这个部门税前经利润 它一般来讲呢 适合评价 该部门 对公司利润 所做的贡献 比如说 我们决定一个部门的取舍的时候 应当考察 该部门的税前经利润是多少 但 部门税前经利润 不适合于 部门经理的 业绩评价 那也就是说 不能用 部门税前经利润 去考核 利润中心负责人业绩 为什么呢 很清楚 从公式来看 计算部门税前经利润 要减去这个 不可控固定成本 对吧 所以 部门税前经利润 会受这个 不可控固定成本影响 教大指出 不可控固定成本 它是过去最高冠理层 投资决策结果 已经超出了 经理人员的控制范围 什么意思 用部门税前经利润 考核利润中心负责人业绩 这不就导致责任范围 要超过可控范围 对吧 因为它受不可控固定成本影响 所以它只能用来评价 部门的业绩 不是个评价 部门经理的业绩 好 我们来看一单选题 甲公司是一家家电制造企业 下市RM事业部 作为利润中心 7月份销售收入2500万元 变动成本1200万元 部门可控固定成本400万元 不可控固定成本200万元 甲公司分配给RM事业部的管理费用100万元 那么评价RM事业部经理业绩的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应当是多少 好 审情题 要计算的是可控编辑贡献 怎么算呢 先算编辑贡献 对吧 销售收入减变动成本2500万 减1200万 就是1300万 接着计算可控编辑贡献 怎么样呢 在编辑贡献基础上 再减去可控固定成本 这400万元 好 得到可控编辑贡献多少呢 900万元 那接下来 900万元的可控编辑贡献 再减这200万元的不可控固定成本 你就能得到700万元的部门税前经理论了 另外注意 你无论计算哪个指标 你都不应该考虑这个 分配来的管理费用 注意这些事情 好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地 好 我们再看一个单选题 在下列业绩评价指标当中 最适合评价利润中心部门经理的是哪一个 看下面强调过 应当是这个 部门可控编辑贡献 那下列是在可控的销售当中 减去了全部的可控成本 刚好实现了责任范围跟可控范围的对等 最适合评价利润中心负责人的业绩 本题答案应当是选项A 好 我们再看一下利润中心的业绩报告 那么利润中心业绩报告应当分别列出其销售收入 变动成本 编辑贡献 可控固定成本 可控编辑贡献 不可控固定成本 以及税前经理论的预算数跟实际数 并通过实际与预算的对比 分别计算差异 据此进行差异的调查 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详细列出利润中心业绩评价指标 就那三项 它依次是怎么算来的 实际数怎么样 预算数怎么样 然后呢进行个对比 并且利润中心业绩报告 也是自下而上的逐级汇编 直至整个企业的税前经理论 感谢观看